12月12日,有媒体报道,演员图门因病离世,中年61岁,发布消息的人士是圈内导演王瑞,王瑞与图门事故交,两人早年曾合作电影《白云之下》,王瑞相当悲痛地向外公布好友离世的消息,作为享誉国际的知名演员,图门前辈的离世让不少影迷着实深感惋惜 据了解,图门于12月12日凌晨3点50分离世,她的粗然离去让周围亲友都陷入无边的悲痛中,作为演员,图门生前成绩显赫,1985年,图门在电影《成吉思汗》中首度亮相,这也是她入圈之内的首部作品 2017年,她曾凭借电影《老受力夺金马奖影帝桂冠》,其另外的代表作《悲情布鲁克》和《告别》同样影响深远 在小荧幕上,图门同样饰演过家喻户晓的角色,曾出演经典剧作《闯关东》、《笑傲江湖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等,演技同样让人钦佩 而在近日上映的电影《乌海》中,图门也轻情参演,目前她留下三部一座还未上映,分别是《上山》、《逍遥游》、《最后的真相》,这也是图门前辈留给世人的最后荧幕形象 业内人士对于图门前辈的离世大多深感震惊,有博主曾在今年十月份的《评谣》电影节见到过图门本人,据说当时老爷子还精神绝朔,状态绝佳,没想到如今已经与世长辞 据了解,图门前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十一月份录制综艺导演请指教,图门以演员身份加盟此当综艺,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绝伦的表现,可以看出当时老爷子看上其体型建朔,红光满面,在舞台上依旧能灵活自如地调动情绪,展现出专业演员的扎实功底 十月份,图门前辈还因为综艺导演请指教接受专访,其中提及了自己对当下导演行业的自我见解,还曾表示自己希望日后能与有独立能力的演员合作,还透露自己想尝试所有没有出演国的角色,同样表达对未来电影行业的憧憬与希望 最新消息显示,图门前辈去世的诱因是食道癌,想来生前的图门先生忍受了不少病痛折磨,在与病魔相抗争的日子里,他依旧不忘本心,继续活跃在自己所热爱的舞台之上,以积极正面的能量感染周围人 不得不说,失去这位得意双心的好演员无疑是影坛的巨大损失,唯愿图门前辈能够一路走好,在另个世界继续完成自己的演员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